激光笔的威力到底有多大,将一排打火机整齐摆放,通过指甲将激光笔固定在一处,紧接着对准打火机进行照射不一会儿的时间,打火机的表面就冒出了阵阵白烟,准备五层海绵在激光的短短照射下便全部被烧穿,甚至就连50个黑色气球强大了激光,这也能像子弹一样注意击破,完全没有一点抵抗能力。 而这一次老外又是脑袋大开,打算将放大镜将激光放大100倍,结果会怎么样呢?在视频中可以看到,小科兴是将放大镜整齐地排成一排,随后取出今天的主角,不难看出这一次激光笔可不是第三货,将它固定摆放以后毫不犹豫地启动开关,此时激光穿过放大镜照射的后方,利用一颗软糖进行接触,不一会儿的时间,软糖表面就冒出了阵阵白烟,之后换上巧克力进行测试,果然在短短的几秒钟后,巧克力没能幸免,紧接着将100个放大镜 整齐摆放好,直接让激光的威力提升到100倍,随后拿出电脑屏幕进行测试,而让人想不到的是,哪怕是显示屏也抵挡不住激光的灼烧,留下了一块被灼烧的痕迹,不得不说,这激光的威力还真是不容小觑,对此屏幕前的小伙伴们,你们有什么看法呢?